就是台北市的公园景点 所以我就自己再建一个文章吧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写几行程式 第一个一定是input input request 第二个的话 一样用html去get它 后面这一串 其实就是我们把那个什么 我刚刚讲的那个台北市政府 那个开放资料这个网址 这边下载按右键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把它贴到这边来 把它贴上 贴到这边来 双引号里面你就把它贴上 实际上就是要去抓这个资料 那当然你点它自动下载 点json json的档 那如果你get的话 它就帮你把它抓过来 抓到html的物件里面 那另外呢 你要给一个编码方式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把它print的出去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在那个利用python抓 那个网路的资料 尤其开放资料 非常的简单 程式真的很简 这个简洁吧 只要input这个requestget就可以了 然后编码方式给一下 最后我们后面先不要写了 我们就是先把它print的出来 print它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tst的属性 那你会发现它就是print的一个字串 一定是中瓜糊 开头 然后后面中瓜糊结尾 里面的话是大瓜糊 OK 大瓜糊的话 基本上外面是一个类型 不过这个格式有点麻烦 因为它等于是什么 一个资料里面 包含了三种类型的形态 什么叫三种类型 它目前 现在的情况是tst 那它现在是什么 什么形态呢 现在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stream 对不对 所以你会问我把它先type一下 还记得type吧 type就是什么 把那个它的形态 把它叫出来一下 有没有 它告诉你说 你这里面放的是自串 自串 可能你刚刚看到是一个中瓜糊开头 中瓜糊 那中瓜糊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串列吧 对不对 list 有没有 应该有印象了 不要搞错了 串列 所以这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下载是一个自串 但是它里面实际上是放串列 所以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它的那个 就是外面 其实它等于是前后多双引号 或单引号 那我如果要把那个东西拿掉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在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用法 叫在自串外面包一个EVO 其实应该叫EVALUE吧 这个VA 这个EVALUE实际上呢 它原来是把自串 转换成数字 转换成数字 不过呢 它有点像什么 如果说 意思又是这样 它里面 自串前后东西 它只是说 把这个外面两个东西 帮你把它清掉 这意思 所以呢 如果我用EVO 这个函数 包完之后呢 我们试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拿掉的话 本来是自串 它外面的这个 它里面的这个中瓜糊 就露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加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再把它type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意思是说 把前后的那个双引号拿掉 有没有发现 它就会变成类似了 OK 蛮特殊的 那根据官方的那个网站上 其实它意思好像就是说 把前后的东西 双引号拿掉 那露出外面的中瓜糊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以后 假如你抓网络资料 它进来是一个自串 可是里面是有中瓜糊 或者是有大瓜糊 那你可以用EVO这个函数 EVO这个函数呢 帮我们把那个 自串的格式给弄掉 OK 所以呢 特别需要 我已经是一个串列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呢 要做后续的处理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第一个 先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转换成串列 所以这个串列 它一定里面的东西呢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中瓜糊开头 中瓜糊结束 那里面的结构一定是 第一个 然后发现它第一个放什么呢 这个头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中间加个豆点 第四就是串列里面 放一个Dictionary 放一个字典档 豆点 字典档 豆点 字典档 所以在串列里面 它放很多的Dictionary 这个Dictionary应该各位有印象 比如说这个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之前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用到什么Dictionary部分的话 这边好像有用到类似像Dictionary 有没有 就大瓜糊 里面放什么 比如说这个人的 它这个就key 后面就value 中间加冒号 对不对 那中间加一个豆点 表示说呢 它第一笔资料 第二笔资料 第三笔资料 就是它放一个人的成绩 第一个人成绩 第二个人成绩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把这些资料都抓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 你可以 哪一个Dictionary 里面的东西 这个可以是放进去 当然如果颠倒的话 就是把资料抓出来 利用这样类似的概念 我们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 先把它转evo 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list 这个list 如果我要把里面所有的资料呢 的某部分的资料抓出来 因为这个景点里面 它有很多的栏位 包含什么栏位呢 包含park name 它的key 那如果我想要抓228公元 它的value的话 那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给它 我要抓这个资料 另外的话 抓哪一个景点的name 有没有 还有很多啦 不过我们这栏位太多了 那我大概抓几个比较重要的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呢 我把这里面 那所以呢 它是一个串列 那我把这个串列呢 一个一个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所以 forpuck in 这个json data ok 所以它是 这边是一个list 所以它会先抓第一个资料 那第一个资料过来的话 它就是先把这个资料 就是大瓜湖这个里面资料 帮我把它抓过来 可是我只要其中的park name 那我就怎么叙述呢 我可以把park name 这个把这个park中瓜湖 里面的某一部分的资料 特别说如果你要抓dictionary里面的key告诉他 我要告诉他说我有个park name 那请你把park name里面的资料帮我抓出来 他就会帮你把第一笔资料里面的什么 228公元 有没有 这个value帮你把它抓回来 所以放到这里面就228公元 另外的话呢 name里面的什么急功耗一杯 有没有 这边就抓过来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包含就是说 什么introduction里面的介绍 那我最后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我基本上只有抓三个资料 等于一个dictionary里面的这个 后面这个name 另外一个什么呢 introduction 后面introduction可能比较长一点 就这一个后面一串 这个什么淡水线什么共生 这一堆的 急功耗一杯 现在人越来越少 急功耗一杯 不会也不会 好那这个资料呢 我如果要把它怎么样抓回来的话 那就这三个 那我就只要把这个这三个 最后把这三个变数呢 帮我把它分别print出去 那我们一个一个抓抓抓抓 抓完之后 把它print出来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抓到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把里面所有的data 包含什么呢 特别是公元 所以我这边后面有一个公元 冒号228公元 所以我这边是先输出这个字串 然后后面串一个什么呢 park name 就是我抓到这个 放在这后面 再串一个景点 所以景点放在这里 然后把急功耗一 name 里面的急功耗一杯过来 然后这个是enter 一个简介 所以enter 还换行 然后把里面的简介放在这里 他换下一个 比如说228公元里面有什么四月雪 这些 哇 写这么多 原来里面还有蛮多这些东西 其实当然如果台北政府 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拿来当抓宝 是不是 20几个 然后把它弄个app 以后你到那个地方 就等于是抓宝 看到 如果200多个景点如果全部跑完的话 可能送他一个礼物之类的 会不会有人猜语 这好玩而已啦 主要是说你要知道你身边有什么 有意义有重要骨骑等等的 不然的话 就抓一些比较 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蛮可惜的 好 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应该看懂这个逻辑吧 第一个evo只是说 他本来是自创 前后会有那些单引号或双引号的符号 那我把这两个符号去掉 我用evo 他就会变成一个list 那这个list里面呢 他有很多个dictionary 那所以我一个一个的先把它放到park里面 再针对park里面的哪一个名称 他的key 去抓到他里面的value 最后再一次把它print的出来 大概这个逻辑 不过呢 这样做完之后还没结束 因为还没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后面Jason用起来相对的 比CSV来的复杂一些些 但是我是觉得还好啦 在后面的话 如果你data已经下来了 那剩下来就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够把这三个栏位 直接塞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倒也还好啦 有没有 就是建三个栏位就好了 OK 所以后面怎么样把资料塞进去 请各位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网路上面那个开放资料 当然我看了一下最常见的 台湾的那个开放好像最多是CSV 看起来 因为可能跟Excel有点关系 因为如果你要开放 直接Excel党令存 Excel令存新党 其实就有CSV 但Jason不一样 Jason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恐怕还要写程式才有办法输出一个Jason 的格式 所以理论上看起来好像 还是以CSV为主流 然后其次可能Jason 另外Excel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些资料抓下来 并且可以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后面我想资料库部分 请各位自己在练习 那另外再来就是做一个查询系统吧 来查询一下 比如说这些景点 里面有没有什么是你有兴趣的题材 OK 像我那天看那个什么 一个刚好有人找我去看一个歌舞剧吧 然后演那个客家的文化的东西 然后也有讲到那个林爽文这个人 那我以前认知林爽文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么坏 不过在客家的歌舞剧里面 居然是把它当成一个算很坏的一个算强盗 好像说后来我发现 好像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族群看一件事情 结果居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所以历史里面有蛮多东西是值得去了解的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城市云端上也有 可以参考一下